关注天灾 在这个时候洛杉矶西边的富人社区附近 5月份野火肆虐 巴西反声音现象 大雨造成亚马逊州淹水 从去年淹到现在 没有办法摆脱水患 美国西岸又烧了起来 14号晚上在洛杉矶西部的托班加峡谷区起火 到17号为止 延烧范围超过三平方公里 当局疏散约500户家庭将近1000人 洛杉矶消防局也出动直升机扑救 山区的地势陡峭增加救援难度 而加州站直长时间干旱 都是让森林大火蔓延的有力条件 恐怕有恶化的趋势 让火势顺着风往西北方延烧 入夜后的火势就像一团火球 吞噬前方一切障碍前进 当局不敢怠慢 进行挖掘防火带等防御措施 希望能尽快控制这场火 虽然今年的条件 有可能让加州提早进入野火季 但是洛杉矶市长贾西迪表示 这个地区已经有75年 没有传出野火灾害 很多树木都长到7公尺 甚至是10公尺 案情恐怕不单纯 消防局长也抱有同样的疑虑 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是有人蓄意为之 一共有两人因纵火遭到逮捕 所幸目前还没有接获建筑物损毁或是伤亡的通报 洛杉矶市区也还不需要疏散 只是随着目前美国西部干旱的趋势 野火可能会是常态 时隔7年加州再一次整个州处于干旱状态 程度从中度到极端不等 干旱问题还在恶化 极度干燥地区从一周前全州的5%增加为14% 根据统计 加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无常野火 有4场就发生在2020年 今年的状况也是高风险 南美洲的巴西则是处于另一个极端 反声音现象带来大量的雨水 还造成水灾 这样的情况从去年就开始 让亚马逊地区上千户人家 约35万人受到影响 房屋至少一半浸在水中 民众划船代步 好像成了南美洲的威尼斯 还有人直接泡在水里打排球 看似见怪不怪 其实已经有20个亚马逊州的市政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新冠疫情之下 气候带来的灾变 无疑是对民生的第二道打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